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虎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岛内散步 但是不是只有讲两只脚去散步 先欢迎一下我们邱毅执行长 邓医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毅 我请邱毅来介绍一下 因为遇到邱毅 发现他在经营一个地方 叫做岛内散步 那我就问说 岛内散步是在做什么 结果发现有很多我们关心的议题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在做什么 岛内散步我们一开始 其实是从我的家乡大道城 我们开始做 只有做大道城的徒步导览 就是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walking tour的形式来介绍道城 那因为当时我 因为我从小在大道城出生长大 你是在大道城在哪里 我们是在开始靠近那里 我们就有塞观行 使馆巷 在梁座街那边 对 然后很有趣是 我爸的门牌是43号 然后我妈的门牌是45号 隔壁 他们是邻居 所以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婚娘家 对 因为都是住好几代 对 很多的私教都是好几代在那边 那时候在11年前我就发现说 为什么大家所认识 大部分外地人所看到的大道成 对大道成的认识 跟我们在地人有很大的不同 是怎样不同 比如说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大概11年前 那时候有一个电影很红 就是那个manga 电影manga 那猛甲他比较谈的是一些角头帮派 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会很容易把大道成跟猛甲 误以为是同一个地区 那他就会觉得 大道成也是都是这种帮派借斗 质量很差 然后环境很障乱的地方 可是我就觉得 我从小在那边长大 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从小在大道成长大 因为我也是嘛 我们的理解是 那边是有很多当地士绅 或者有商人 或者说其实在延伸的区域里面 有很多是属于高知识分子的家族 这是我们对那个区域的理解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那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比较是做留业嘛 那所以想说 那我们来用这种徒步导人的形式 用我自己的角度来去介绍大道成 给大家认识 然后他才能去呈现我们在地人的视角 而不是一种银河观光客的视角 来去看这个地方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一个切入点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导内散步的核心的理念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做 台湾其他地区的 途步导览或小旅行 或甚至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些 我们在做的一些议题导览 也都是这样的角度 我们来去设计出来 是 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公司 一个品牌 对 我们是一间公司 然后你们就是会办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 可以称为文化活动 对不对 可是后来你就不是只有导览了 你后来做的事情就非常的有趣了 对 后来因为我们大概在2018年左右 就发现了说 如果我们只是做徒步导览的话 那这个公司的规模 大概只能维持 大概五六个人左右 因为这个说实在话 徒步导览的收费的金额 大概就几百块 我们已经能够在 几百块已经算高 已经算高了 对 但是要支撑我们 如果想要把我们的理念 能够去更扩大 给让更多人来参与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找到 除了导览以外的 其他的服务形式 所以后来就 从当时叫做台北城市散步 然后我们就 重新改品牌名称 就叫岛内散步 然后管路线 还有跟服务的形式 这增加到像 Date Tour 全日的游城 还有Team Building的活动 去把我们的产品 现在去扩大 然后让更多的人 他可以藉由不同的服务的形式 不是只有导览 有不同的其他服务形式 可以走到台湾每个角落 深入到去认识这个地方 对 那以你们最近要办的活动来介绍一下 大家就可以了解 你想要做 那例如说 那例如说你们有个专案很有趣 请大家一起化身文艺青年 这个文艺青年不是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未复心思想说从那个文艺 这个文艺文是听文的文 是 议是议题的议 议题的议 对 你的文艺青年才会想出这种 把文艺青年换个字的方法 文艺 你讲的文艺青年 是要从性别人权 多元共融环境 四个面向 一起来听文 见文 而且走进议题的现场 关心生活中的议题 这是你们今年的 对 今年我们第三季 就七八月的一个专案 对 那这个专案的概念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的服务的形式 就是比如刚刚有介绍 要偏向导览 邮城 team building的这样的形式 对 那但是我们其实核心的能力 其实是在于 从这些台湾不同的地区 去挖掘更多的题目 主题出来 再把它包装成这种形式 这些服务的形式 所以你们是做议题 其实我们就做议题 好 那你有兴趣的议题是什么 像我们从一开始做大道成 就会谈的是像文化资产保存 这就是一个议题 对 然后后来我们在台北 城山部的时期 我们做了很多的 这种非主流类的 这种形式的题目 比如说像 我们从2016年 2015年我们就做了 有两个题目 我们做 我自己还蛮喜欢一个 是同制的议题 的这个导览路线 然后第二个是 移工的导览的路线 在大道成 不是在大道成 在台北 我想说大道成有什么 同制的特殊的纪念 因为我们大概前两年 就继续交在大道成 到2015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路线 就扩删到台北其他地方 那像同制的议题 我自己也是蛮有兴趣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高中是念男校 对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台湾很多男校 其实都对我们来讲 就是会有男同制的同学 其实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存在 就像我们女校也是会有 对 一样都会有这种状况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影响深刻 高中的时候 就是你就会被 就一直都会有学长 或是我们有时候会戏称是学姐 就会说 晚上不要去新公园 对 那时候现在叫228公园 男生晚上不要去 这样 为什么会 会有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 原来是 妈妈理解 是不是会有 男同志 晚上会在那边出没 但是你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 男同志会出没在 新公园 对 然后后来我们在办的 那个导览路线的时候 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 因为当时我们找了 同志热线的 这个比较资深的 的职工 然后他是 他们现在称为 他们自己叫做老同志 然后来去带 我们去逛 这个 已经改 那时候已经改名叫228公园 然后还有228公园 附近的像 健身房 还有这个 男同志健身房 或是 那个 红肉以前是戏院 对 他还在 这些男同志 早期的男同志的空间 为什么是这样 原来因为过去在资讯 不是很发达 没有网络的时代 那这些男同志 他们其实是很 必须要在 这个 大众的目光底下去 想要去找到 他们的 另外一半 他们最好的聚集点 就是公园 或者是戏院 对 所以就 全台湾的很多的 重要的公园 其实都是男同志的 聚集点 对 那哦 原来是这样 对 不然以前我们其实是 男生嘛 男生就会 你不是同志 但是你就会去开玩笑 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一种 歧视 对 那长大以后 当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反而能够去 抛开那个 陈建 对 那后来我们有在 因为新门丁下 也还是一个蛮多男同志的会聚集的一些场所 对 所以我们也 我们也是一种 报纸一种 想要打开突破那种 刻板印象的方式 带领大家去走访这些男同志的空间 不管是酒吧啦 或是三温暖啦 或者是 他们的一些甚至情绪用品店 对 就带大家去 就是我们其实很开放的去谈这件事情 而不是带有刻板印象去谈 对 所以这个是今年会有的 同志是我们 已经办过 已经办过 每年都办 对 那今年也会有 今年也会有 尤其是在同志大游行的那个月份 十月份 十月份 那你说 七八月第一波上线的会是什么 这一次的议题 这一次的议题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女性的议题 对 就是结果 因为我看到那个 邓医师前几刚采访那个Sienna 对啊 Sienna来了 我们这里聊了两次呢 那已经在聊两次了 那我也还蛮感谢Sienna 因为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开始跟Sienna合作调通的导览 哇很早 很早 对 对我们算是 就大家还不认识她的时候 对对对 很早 对对对对 所以已经有那种革命情感在到现在 虽然她知名度也很高了 但我们还是 还是持续每个月都会 至少有一场调通的导览 对 那当时我们会想要做调通的导览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就是发现说 这种以前徒步导览大概讲的都是那种 光明面和正向的内容 文化议题啊 纪念馆 对纪念馆 然后名人顾举啊 对 对 那我那么想说 可是其实这个社会 或是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是 人是非常多样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甚至有城市的黑暗的那一面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徒步导览的方式 带大家走进那个城市的黑暗面 来去 破 一样是要破除那个刻板印象 然后让大家去理解到 其实很多人跟你不一样 他并不是因为 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些 我们叫做 城市无间道系列 我们找了交头老大 更生人 然后酒店妈妈商 然后还有酒店的老板 董事长 然后还有甚至连殡仪馆 我们都去 一系列的黑暗面的导览 对 那那时候 从那时候就开始跟西列纳 一起合作 对 就是说 其实这个条通 大家对他的认知 只要想到条通 就一定觉得就是情色 或者是这种帮派 或者是这种暴力 犯罪啊等等 对 但是其实透过西列纳的角度 我们才理解到 其实日式酒店的 它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算是蛮 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复杂 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单纯的一个空间 对 对对对 那我们就跟鞋娜 在规划这个路线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只聚焦在 只是酒店的那个空间里面 甚至我们是希望 鞋娜也可以沿路去介绍 旁边你喜欢吃的店 就是这个酒店的妈妈上 小姐们 他们平常在调通的生活是什么 对 为什么这边附近 就是大家 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小套房 这个因为他们晚上 都会工作到比较晚 所以最好讲 住在这附近 可能是比较方便的 哪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 他们都是开晚上的 其实要服务这些 这些小姐下班 为什么那里的鞋店 衣服店 要营业到半夜三点半 跟四点 那也很妙 也不是早上六点 只是四点 这非常有趣 然后也有一些 跟台湾整体的经济的 日本跟台湾的经济发展 有一些转变 比如说因为像现在 日本的企业 他们派助员来台湾人数 其实又减少了 那以前的日式酒店 他也比较多是 以日本客户为主 现在台湾客户很多 对 现在变成台湾 越来越多台湾客户 甚至转型比较像 酒吧的形式 好 那这些大家其实 都觉得 就是那个文化 已经不再是 一种从上 被看到的精英主流 大家现在已经可以 比较看到多元 或真正在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是一种 共够没有上下方向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所以如果具体一点 跟大家说 这次你们在 接下来要办的 这些文艺的 文艺青年这个活动 我看到的是 你们接下来有几场 是可以让大家去 例如说 七八月 你这个主题是性别 多元性别跟女性实践 所以你们会办导览跟讲座 刚刚的那个 显拿这次是讲座的形式 这次是 对 讲座 那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在 七月份的时候 那我们会 因为显拿他们最近 有跟那个 杨丽洲导演 有 有合作了一部纪录片 对 当时我们在这个讲座 是会 透过先做纪录片的放映 等一下喔 那是朱诗倩导演 朱诗倩导演 因为杨丽洲导演 是朱诗倩导演的先生 所以他是 但是 席叶娜的纪录片是 应该是朱诗倩导演 了解好 对 所以丽洲是制作 但是导演应该是诗倩 这样 其实那部我们也有介绍 对 我们也有介绍 所以大家是可以 你们会做纪录片的 这个对谈 对不对 放映后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对谈 对谈 那大家会看到 谁跟谁对谈呢 对 我们就是找这个 这个 那个导演 还有这个 邪闹 他们来去做这个对谈 对 喔 从这个情欲女王 这部纪录片 情欲女王 其实就是在谈 应该就是酒店 对 里面工作的人员的一些生活 跟他们的 觉察跟体会 是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节目 之前访问这个情欲女王 访问朱世倩导演 好 那这次会在 就是在 邱宜你们那边 会有一个 座谈 座谈之前会先放影片吗 对 要报名吗 对 会需要先报名 对 因为我们的 要去哪里找 到 岛内散布的网站上 就可以报名 是 你对这部片子 有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对你而言 你看到的是什么 应该讲说 我自己 有一点汗言 是说 上次那个首映的时候 我原本已经报名了 然后就没有去看 对 那我自己是蛮后颜 但我觉得 还是 除了影片之外 还是回到 就是说 觉得在 跟邪娜的互动的合作 就是我真心 因为我们今天合作 从2006到现在 已经7年了 那我真心觉得 他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对 就是我就写哪 他想讲 就是他一个 他真实的 生命的故事 跟他的一些观察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可以很值得 去跟大家去谈的 因为 尤其是现在很多 最近有一些 一些me too的事件 那我觉得很多 大家所看到的 公众媒体 其实他们 对外跟 自己 跟 媒体上面的呈现 不太 不太一致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 你选择这一部片子 来作为这一次 今年 你们的活动里面 谈性别 然后 包括多元性别 跟女性实践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一下 这部片子 其实 它呈现的东西 跟 女性这个议题 里面有很微妙的 一种 反思 那 我也蛮想知道 你怎么看 这些细节 我们待会回来 继续来跟 邱毅 党内散步 执行长 我们聊聊 看起来 其实长期 你都希望能够 带给大家一些 不同的视角 因此让我们 看待文化 或看待 一个议题的时候 更有全貌 这是我刚刚听你在分享的时候 觉得你一直想做的事 那我们再多来聊聊 这一次 你们 暑假 暑期 第三季就要上线的 一些议题 包括 多元性别 跟女性实践 我蛮好奇 你们选了 情欲女王 就调通妈妈上的纪录片 我们之前谈这个时候 很多听众会问到说 那 我们要从这个片子里面 思考什么 女性的位置 跟多元价值 你自己会去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 关注的 女性的点 就是 以邪养的生命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是 你可以理解到 她们会去 从事这样的工作 在一个整个社会大众里面 觉得 这个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正当的工作的时候 她其实是背后有她 有一些她们自己的苦衷 或是原因 可能 我听过很多 可能是欠欠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被迫去参与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 是可以去 先让她去 同理这件事情 对 尤其是我们 我过去 有讲到 苍继之前有关注过一段时间 是关于 温萌楼的事情 对 那其实 她对于 很 普遍还是对于 苍继会有一些 无名的角度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先 先从这个 先去理解到 就是说 其实很多 她为什么会 现在 她为什么会 做现在这个工作 其实她背后 有她的 生命故事 经验在里面 然后先从 这个点去 去理解 然后其次是 他们怎么样去跟这些男客户去做一个互动 对 因为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日式酒店的客户 那日式酒店的客户 他们大部分其实都会是商界政界 是日本的这个主管 然后他们来到台湾去发展 然后他可能是 他们是派助员 他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有这个 这个代家庭一起过来 所以他可能是一种 我是一个很孤单的 虽然我在公司里面有权利 可是我可能在台湾 还是会感觉到一些孤单 没有得到支持 那我可能对她来讲 可能在日本日式酒店的这边 所认识的这些 这些小姐们 他们可能对她来讲 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支持 一个存在 对 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我觉得刚刚那个议题很有趣啦 曾经有一位 就是在这方面工作的人 但她也是一个文化倡议者 她跟我讲一件事 我觉得很多年前 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 包括到那时候会讲说 要不要设工舱啊 或者说特殊的区域啊 还是像当然都会谈到 这些特殊服务业 我听到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应该也是女性 论述当中 现在无法回避的观点 当我们请大家想一想说 会去做这些行业的人 可能都有经济上的苦衷 生涯上的苦衷 这样想的时候 会不会加重污名化 也就是说 正常你没有经济的困难的时候 的女生是应该不会想要做这个工作 可是其实他们是反对这个论点的 也就是说真的在为 这个职业争取他们的 一个中立位置的时候 当大家都说 来看看这些小姐们 其实他们的弟弟要念书 他们是为了重病的父母 每个都要讲 包装一个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本身是在同理这个行业吗 还是在加强了说 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你应该要做的行业 你是有人生困难才会去做的行业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很tricky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我觉得这也是 我觉得很有趣 我也没有一个答案 但是就是open给大家去想象说 透过这一些呈现 像我之前问小倩导演 他说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就有一个素材 让大家去检视 你是怎么看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检视 你怎么去想象 你看到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很值得看的地方 我之前也说很推荐大家去看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一位很有性别反思的导演 他怎么去呈现这些素材 然后带给大家思考的刺激跟空间 你看到他们的确很多人 有经济的困境才会去做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从进去做的第一天 就等着存够钱可以脱离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会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职业 他就是一个职业 所以这个会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田野 去看的时候 就会有有色的眼光吗 或者说就是有些成见跟误解 我觉得能够还原它是很有趣 这是刚刚邱毅聊的时候我的想法 那回到你们主办这个活动 你自己希望带给 像你办这些导览跟座谈 然后包括对谈 你们希望在 就是说文艺青年 你刚刚讲的文艺青年 岛内三部的文艺青年 是要从性别人权来看看议题吗 你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对女性议题 这是女性议题吗 还是性别议题 你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对性别议题 有哪些迫切需要被思考 我觉得 因为我应该这样的文艺青年来讲 就是说 我觉得从我的同温层的朋友以后 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性别议题 或是对女性的尊重 同志这些相关的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 很认为是很理所当然 就是都是 好像大家都知道 都很支持 可是我 因为我自己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对 所以我其实也需要去 在跟在商务上面 跟各个公司 或者是不同产业的 商务的人士互动 然后你其实可以常常在这种 商务的场合里面 还是会感受得到 其实大家在言语之间 还是会带着一些 对女性的歧视 所以我觉得当我跳脱 同温层以外的时候 就理解到 就是同温层所想象的 对性别平等 性别教育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好像已经越来越好 但是实际上 还没有达到 还有更大的同温层外的人 是他是觉得是 理所当然 甚至有些女性 他是会 是刻意把自己放在一个 被歧视的那个角度去 跟男性 有权利的男性去做互动 对那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那个 这个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党内散布 我们在 不管是我们谈 谈同志啊 或是谈女性 多元共荣 这些题目 我们想要 能够去影响这个社会 想要达成 我觉得真的太重要 你刚刚讲那个 我也蛮有感觉 就是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性 即便很年轻的啦 我有时候跟 连跟那个高中 国中的女孩子互动 我其实都还蛮忧心的 你刚刚讲到这个 有一句话说 很多的女性 还是必须把自己 放在那个 比较被歧视的位置 去跟男性互动 我不知道你在讲这句的时候 心里有浮现 什么样的情境吗 大家可能觉得 这比较抽象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因为我怕 比如我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讲这个 都很怕被骂 但是我们还是要思考嘛 对 比如说 我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在最近在念 政大EMBA 这样 那我就想 EMBA大家都会互称 叫做学长学姐 然后大家都会想说 各位学长姐 那我想说 为什么不是学阶长 各位学阶长 对啊 对 但是我知道 我没有办法在 这一个 这一件事情上面 现在去谈 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不会理解 那我跟你讲 你们EMBA 不如行天工 为什么 因为我有朋友 去行天工当志工 那因为我们 如果有去行天工 不是看到女性 我们都会称师姐 对 他跟我说不对 他进去当志工 他才理解到 不分性别 通通要称师兄 然后他说 他觉得这样比较平等 我刚听觉得很平等 后来回头来讲 为什么不看到 男的也叫师姐 为什么是看到 女的也要称师兄 这样叫做公平 所以我说 这个东西永远 永远我们会 被挑战到一个极致 因为我们很底下的预设 还是有一种男性优势的 甚至我自己的家人 比如说 有时候 妈妈就会觉得 太太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种有一些 还是存在很多 还是存在的 对 但是那你 你又不能不去 尊重长辈 或是原本 比如说EMBA 他们的一些传统 我不是说 不是说 我是反对说 那个是需要更多 整个社会更多的 更多的沟通 然后更多的 就是一些破口 他才有办法慢慢去 有一些些的改变 对 我前几天 看了一个 演讲的摘要 然后 那讲述这个的是 一位 曾经大家都知道 非常美丽的 女影星 胡云梦老师 我们现在称她老师 因为她现在 她很久都在 做身心灵方面的研究 那我看到她 几年前 应该是 19年的一个 演讲 的一个摘要 她里面 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 还蛮打动人的 她就是在讲 女性成长 然后她跟 很多的 年轻女性说 其实你们现在 都花很多的时间 在做什么 在把自己 打扮美美的 然后 胡老师就 说 打扮美美 这件事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做过 其实我们觉得 胡老师不用打扮 也很美 但她说 她也是 女生就是把自己 打扮美美 可是她说 当你全部的精力 都花在 打扮美美的时候 其实你会 会不会开始觉得 很无趣 因为那不搭配 你的 知识 心智 不搭配你的 思考能力 或什么 我用这个例子来讲 我看了非常有感触 因为我其实 常常在讲课的时候 也会看到 你刚刚说的 那句话 就是很多的女性 其实在思考上 能力上 是绝对没有处于 第二性的劣势 但是大家还是会 本能的认为 那种我觉得 自我能力的强害 发生在 我不要用太多 很多人说 我不要用太多 强势的思考 跟言语 跟能力表现 因为这样会造成 人家不喜欢我 那作为一个女性 我基本上 还是用美丽 漂亮 性吸引力 去巩固 自己的位置 是最安全的 如果能又漂亮 又有能力 那最好了 但是我觉得 男性真的比较少 被框在这个东西里面 所以女性 是加倍的 耗费心力 例如说 我常常都开玩笑 就是我们如果办一个 六panel的演讲 有三位讲师 假设一位男性 一位女性 然后 另外一位 假设我们是 这个 non-binary 好了啦 就是 你看哪一个人 在演讲前 要花最多时间打扮 对不对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那我也常常就 素颜去参加演讲 那总会有一些照片流出来 那照片流出来 大家就会说 跟你平常在录影 有打扮的时候 差这么多 所以你素颜跟有化妆 差很多 我说对啊 素颜跟化妆就是差很多 我从来都不否认 我有最强的化妆师 我从来都不否认这件事 但是 有时候 你会觉得说 那大家还是要 期待你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候 以前我就 连去演讲前 我也会花时间 符合那种样子的期待 最后我会发现说 其他同事都在看头影片 在准备资料 甚至只是在休息 在聊天 为什么我们花那些时间 来做梳妆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跟学生聊的时候 现代的学生 都觉得很有趣 我问现在大学的女生 我说你们化妆上学的 比率是多少 她们竟然跟我说八九成 可能也要看学校 那我就说 天啊 你们这时候 脑力负担这么大 要求学这么多的时候 花这么多时间 在把自己弄美美的 为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不希望弄美美 我也超爱弄美美 只是会觉得说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 像邱易说的 很多我们应该要反思的 女性还没有真正 完全打开的地方 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让邱易来说 其实刚才我们休息时间 在聊说 到底现在大家对于性别议题 还想听什么 想看什么 为什么会有兴趣 到底男性女性 有没有真的全部的议题 都被关注到 我自己是觉得路还很远 对还很远 我不知道你看到的如何 你刚刚说啦啦队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棒球 对 然后这几年 那个台湾的职业棒球队 都准备了为数众多的 女性的啦啦队员 在那个场边加油这样子 对然后甚至有一个 乐天桃源队 甚至被戏赞叫做 乐天啦啦队 附设棒球队 对 我们啦啦队人非常多这样子 对 然后就觉得 大家到底是 就是 是 为什么都是 女性的啦啦队员 对 可是我们看运动 我们也会觉得说 他应该是一个 展现一个力量啊 或者是球技的一个场合 但是却放了很多的 女性的啦啦队员 对不起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所以职棒的选手是 性别是 都是男性 对 职业棒球都是男性 全部都是男性 对 全部都是男性 为什么没有人挑战这件事 呃 美国好像有试着有 有要组成女子的职业棒球队 然后甚至有拍过电影 之前是 我记得看好是那个 马丹娜有拍 有演的一个电影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没有成 对 但是美国有女性的职业篮球队 职业篮球联盟 女性的有 对 但是棒球目前都还是 男性的 棒球的运动性质本质 有比较不适合女性吗 呃我我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啦 对 但是大传统上大家还是会把 就是棒球归类是男性的运动 然后累球是女性的运动 对 嗯 那所以是因为是男性的运动 所以就想要放女性的啦啦队 对 我 这个我就不确定 对 但我也在想说 我看棒球 我不一定全部都是 都是生理 呃都是 就是 异性恋 有可能我也是同性恋 男同志的话 那我会不会想在 对 那个 去看比赛的时候 看到会有 欸男性的啦啦队 就 我反过来就想 对 这个事情 很多啊 因为这个东西 某种职业里面有 单一性别为主 这个是常见的现象 但是很多其他的职业 这点都被打破了 欸 我们以前 对啊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 以前我们最早在读 那个性别的时候 最常举的例子就是 医生都是男生啊 护士都是女生 对 那的确我们念医学院 也是女生比较少 可是现在就越来越 平均了 越来越平均 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呃 我刚出来职场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穿着医师跑 门口也写着 今日看诊医师 是我的名字 可是我坐在里面的时候 因为我是女生 然后 常常都有病人 跟我聊了半天之后 动脏希望说 那医生什么时候会出来 就是尤其年纪比较大的 那现在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现在大家都讲到医生 大概都知道 男医生 女医生都是常见的 常见的种类 可是你这样讲真的 男啦啦队就 啦啦队员我们直接一定 先想女性嘛 对 然后棒球选手 或者你讲直棒 大家应该要知道是男性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啦 所以还有很多可以去看的 我也想分享一个 我自己最近在观察的一个 蛮有趣的 也是跟性别有关的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常 导演上我们有做很多 民俗绕镜的导演 那很多民俗绕镜的时候 他一定会 常会有准备那种 钢管秀 钢管秀的 这个女性的钢管秀 还有是电子划车等等 对 那我最近发现 开始有男性的钢管 有有有 对对 那我觉得这事情是蛮好的 对对 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不会只有一个女性的钢管秀 也会有男性的猛男 钢管猛男 对对对 有一些东西 你看到开始 会有一些转变了 他可能是 是不是整个 有一些部分的社会的价值观 也开始有些改变了 然后也会再转变 但那的确有像棒球 我觉得棒球是一个 相对来讲 就比较保守的一个 一个运动 对 然后这个讲下去真的很多啦 像我那天在计程车上 我就看到一个 应该是健康还是药品的影片吧 我忘了他到底在广告什么 因为我被他的内容 那个震住了 我反正最后 到底是健康的食品 还是还是什么 反正跟健康有关 他就是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一个小女孩 他一直在 负责讲出一些需求 例如说 什么东西掉了 什么东西没有了 什么东西怎么样 然后就有一个女性的长辈 看起来是阿嬷 她就是一直在 说好阿嬷来弄 阿嬷来弄 阿嬷来弄这样 然后这个影片的主旨 就是要讲说 一个你常常习惯 她会永远支持你的人 如果忽略健康的话 她有一天会倒下去 所以后来阿嬷就倒下去了 然后这个画面 就是在倒下去的那一刻 就是妈妈在叫吃饭 妈妈叫小女孩 去叫阿嬷来吃饭 然后小女孩要去叫阿嬷 之后发现阿嬷倒下去了 然后下一幕 就是阿嬷躺在床上 这个妈妈跟这个女孩 在床边 很忧心的看着她 然后这个广告就讲出了 什么要注意身体健康 或什么这些事情 我看了那个画面 我在想说 又来了 就是一家照顾者 全部都是女性 那都已经倒下去了 这个画面 起码儿子回来做一下吧 我的意思 当然你会说 这个我不是在吹毛球 可是我觉得 我们其实在谈的 就是说 这种媒体 或是公众的印象 会不断的加强 女性是照顾者的角色 那小女孩这边 要东要西 为什么不是叫阿公 为什么叫阿嬷 然后煮饭出来叫大家吃 为什么是妈妈 不是爸爸 然后最后照顾者 像我们在医院工作人 所有都知道 照顾者到现在 仍然是女性为多 所以我们今天至少 讲了两个 以女性为大众的行业 三个 一个是酒店 然后一个是 对 一个是我说 照顾者 所以这些代表什么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想说 这个无形中 对一个某种特定性别的人 他要怎么发展自己 或他的生活当中 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想这也是 那个邱逸 他这么长期以来 常常想要把多元的观点 反映给大家看 好 那么这次就 大家可以去关注 你们的活动 然后后面 我刚刚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齐耶娜的纪录片 是第一波 单纲的素材 然后后面 你们还会再谈 像之后 这是秋冬的吗 人权 无家者的议题 一样都是在 也是七八月 对 所以无家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对 其实我觉得无家者 就是 像我们这次用的名称叫做无家者 而不是像传统上 游民 游民 甚至 我觉得无家者也比 街友来的是更 更好的一个 一个称呼 因为这无家代表 我觉得 从我自己的诠释 有两个意图 一个是他代表是他没有固定的居所 第二个事情是他没有家人 现在没有家人的陪伴 代表就是一个是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这个意涵在里面 那一样我们传达 传达这个意见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 他其实 为什么会成无家者 其实他也有一些 他不得的苦衷 那甚至有人可能是 事业成功之后 到了老人 然后反而变得无家 很多 对 我记得前两个月看到一个美国的新闻 就是一个美国的某一个城市的市长 他最后病死在街头 因为他后来成为无家者 对 然后他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他成为无家者以后 他接受的这个社会救助是 他当初当市长的时候 所定下来的制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题目是 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可能激发思考 那你们这一次对于无家者的议题 会办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这个是会跟这个盲草新协会 我们长期的伙伴一起来 然后这一次谈的是在西门町 西门町的这个无家者的这个议题 所以它也是一个讲座 它也是一个 它是一个比较偏向导览的 街头导览的形式 所以会在西门町的区域 对 做一些导览 因为现在主要的台北市 大部分的无家者会聚集的地点 那就是龙山市 琴内带 万华 然后西门町跟台北山 这几个区域是最多 所以你们做一些导览这样子 透过街头的讨论 来去谈这个无家者的议题 那导览之后 大家可能就是在 会坐下来在哪里 进行一些讲演吗 对 应该会想说 应该会用一个讨论的形式 让参迷的民众 跟盲草新的伙伴 一起来讨论 所以这个 今天我们谈的这两个活动 大家如果对于性别议题跟 无家者的这个社会状态 你愿意有一些思考 还是你有一些想要表达 跟大家分享 其实应该都会欢迎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到岛内散步的网站上去看到 详细的活动内容跟报名的方式 非常谢谢 感觉这个岛内散步是一个很有理念 而且我想你的议题做不完 没错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们一起来思考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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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